把這些的內言變成你自己的功德 這個才是真正的功德 那你這一生當中 念佛往生 那有把握了 隨時隨地 什麼時候走 你就有這個能力 什麼時候留 你要留多久 你還是要留在這個世間有多長時間 你有這個能力 你也不想再留了 你想要馬上走了 你也有這個能力 自由自在的 都能夠自己做得了處 這些都是靠自己 慢慢累積 一步一步的累積 來修行 那關鍵在哪裡呢 關鍵在你的忍辱 關鍵在你的忍辱 一切法得於忍 只有忍辱才能夠提升你自己的境界 你沒有靠忍辱 你的境界無法提升提高的 你要明白這個道理 記得我們學佛的人 或者我們念佛的人 你沒有忍辱 你是沒辦法提高你自己 你就是永遠在那個程度 只有忍辱才能夠幫助我們 忍辱又從哪裡下說了 這個看個人的功夫啦 因為每個人呢 我相信 都想要修忍辱 在修行當中 好像好難啊 逆進來的時候 控制不了 發脾氣了 進進來的時候 控制不了 開始討厭了 那怎麼辦呢 那你其實從哪裡來了 從忍悔 忍悔的力量 忍悔的力量 有一天有人罵你 對 該罵 有人在批評你 該批評 有人在說你的時候 沒關係 有錯改善 沒錯怎麼樣 好好進步 這樣 好好用這種懺悔的心 懺悔的心 不斷的用這種的心 用這種的力量 來幫助我們 這個啊 就是一種經驗給大家分享 所以最近 師父遇到一些什麼事情 都是用懺悔 身體不舒服 懺悔 人家突然間 傳一些話 沒關係 懺悔 把懺悔的功德 通通回向給他們 最後 回向給自己 回向給自己什麼呢 祈求 三保 諸佛如來來加持 讓我這一生能夠把我的願望 能夠做個圓滿 沒有比這個更重要的 世界上都是假的 真的 生不得來 死不帶去的 沒必要去計較太多 最主要是什麼 你要計較什麼呢 你要計較這句阿彌陀佛名號 你今天念阿彌陀佛沒有成就 你今天念阿彌陀佛 你有沒有跟阿彌陀佛是一樣的 那個才是關鍵 其他的虛源 學習功德 不要去計較 真的啊 這個就是中風果師 上次我們學習的 為什麼教我們在生活裡面 去考驗 去考驗 去磨練 去鍛鍊 去成就 因為他都是你的老師 他們都是你的老師 如果你這樣想呢 我相信我們修學一定會有成就的 所以今天我簡單給大家來做一個簡單的報告 要記得 要記得不要把你的近緣 所遇到的變成你自己的障礙 你要記得 你看我們的六根接觸六成 你所接觸的外面的這些的境界 你所看到 所聽到的 所感受到的 你不能把它變成你自己的障礙 你要變成什麼 變成你自己的power 變成你自己的力量 什麼力量呢 把這些的變成你自己的功能 這個就是我們學佛的目標 啊 無論人家怎麼對待我們 無論在什麼樣的生活上 無論是怎麼樣的境界當中 從來不怪別人 從來不記別人的過失 通通都在 回到自己 把自己的這一些回縮 變成自己的什麼呢 變成自己的功德了 那你今天休息那就成就了 因為我們在這個生活當中 很多事情有時候 能夠称心如意不多 那怎麼辦呢 那好好了 因為我們有一天 會離開這個世界 當我們又離開的時候 不要突然間如果這個淨言啊 障礙的時候 我們有這個能力去化解了 因為你慢慢累積嘛 一步一步的累積 一步一步的去放下 一步一步去修行 當這個淨言在你的眼前的時候 當你臨終的時候 業障現前了 他也不會來障礙你的 因為我們在這個臨終的時候 最主要的那一關頭 如果被這些淨言影響了 被拉得走了 那慘了啦 念佛這幾年功夫那就白費了 真的 你現在以為我今天念佛的不錯 因為現在你的淨心在走還沒找上門 當他找上門的時候 你那個時候才知道什麼叫做苦啊 這個真的 我們要像米勒菩薩那樣 邪佛走到哪裡 要像什麼樣呢 像米勒菩薩那樣 米勒菩薩你看得了 笑咪咪 歡歡喜喜的看這個人間 歡歡喜喜的是對人對事對我 反正每一件事情你要歡歡喜喜的 你這樣寫佛會帶來什麼呢 給人家信心給人家歡喜 這樣那對好了 所以很多事情看開一點 什麼都是假的 看破一點 放下一點 因為什麼都是假的 什麼都帶不走的 能夠帶得走是什麼呢 我們的功德 我們這句名 好